520倒數計時 新任總統賴清德就職前夕 中共不論是軍機 還是空飄氣球 都持續侵擾台灣 17號清晨6點 到18號清晨6點 國防風爭獲共計18架次 共建4艘次 總計22機艦 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其中12架次的共機 逾越海峽中線 進入我北部及西南空域 逾越海峽中線時 距離澎湖約42里 隨後飛入台灣西南空域深處 距離俄倫比約52里 國軍運用任務基建 及暗置飛彈系統 严密監控 台海美軍4月 不期而遇的聯合軍演 大陸國防部才炮轟 以美謀毒必遭失敗 如今在520前夕 路透社報導 近一個月有超過 100個大陸空飄氣球 進入台灣海峽上空 飛行高度低於一般的氣象氣球 會構成飛航安全威脅 報導引述專家的說法 認為搜集的數據 將為解放軍所用 也可能有心理戰的意圖 另外大陸國台辦主任宋濤 5月16號在福建福州 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的 開幕式表示 依循馬席二會時 習近平公開表示 台灣任何政黨團體 只要不分裂國家 只要認同兩岸都是中國人 一家人 交流交往就不存在障礙 很多事情都好商量 好解決 如果頑固堅持台獨立場 台灣的民生福祉 和台海的和平穩定 就得不到保障 520前夕 大陸動作不斷 又是基建 又是空飄氣球擾台 又是懲戒五味名嘴 又是勸說走正道 還是邪路 必須嚴肅面對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